快点回到TNews 联播网 台日合作创亮点 日本京都大学与台中市中医大来洗手合作 设立第13个全球研发中心 并成立三大联合实验室 研发新品并且培养国际人才 不仅有望加快台湾在生医领域的进展 也为全球生医创下了重要里程碑 3 2 按下启动钮转动出日本京都大学与众议大校徽 象征两校共同合作 全球第13个 On-Site Lab实验室正式启动 其实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On-Site Lab在全球美国东南亚各国 都已经有了好多的据点 不过这一次与中国医药大学的据点 这个合作可以说是我们On-Site Lab 有史以来规模是最大的 而且我们有的是最好的一个医疗的设备器材 所以我非常相信 在我们今天节目典礼才刚开始 可是在很不久的将来 立刻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成果 可以展现给各位 全球研究中心的成立 将专注于三大领域研究 并成立癌症生物 再生医学 以及先进医药研发 三方面联合实验室 研发特色产品并互换师生 培育国际人才 将全球生物医学研究向前推进 那我们知道京都大学 在这方面是世界领先的 那我们合作项目有转移医学 癌症研究 再生医疗和新药研发 站在巨人线上 我们走得比较快 人家已经是世界顶尖 那我们再跟他合作 我们这样的合作会比较 再把台湾的这个研究水准带上来 会比较快一点 透过全球研发中心 强化两校合作量能 不仅有望加快台湾 在生医领域的发展 也加快研发新产品 技术 医疗 为医学界创造新亮点